我一直在尋找一个答案 金融和企业的关系 怎么样才能更懂企业 怎么样才能更加帮助企业 怎么样才能更有价值 让这些僵尸企业 在资本市场上获得新的价值 本来就是我们投资人的价值之一 投资人除了投资人 还要看清楚沙盘上的所有筹码 我可以免你两年三百万的租金 换你同约70%的股权 判断价值需要一个标准 没有什么比数据更公平 我看准的方向 是让局里的大家都能攻 这是我作为一名投资人的准则 错过时代的红利 这不是聪明人的做法 有什么劣汰 让那些该落幕的落幕 这样不但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 更会是一种供应 创业就该这样 不拼走 过河的桥 我已经替藤岳搭好了 目前就差个人在桥上唱出好戏 对于一名投资人来说 更重要的是要有职业底线 这段时间让我看清楚了 我们这个行业 对于这些产业真正的价值 到底在哪里 同时 也让我认识到呢 作为一名合格的投资人 何事可为 何事不可 做任何事情都会有一定的困难 我想试试 这也许就是 我的可为和不可为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